67. 文匯報 女方,我應該有745萬 2015年7月22日娛樂世界A 26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李施詠、女方近日忙於圍九月舉行的演唱會宣傳 昨日到Now觀星台做訪問,說到日前李克勤以白零鏡造型代表香港出戰 連江蘇惠時的歌唱節目蒙面歌王,評判毛啟然竟然認不出黑琴的聲音 女方債易說,不是說,好意認,對於有網民指他們在做戲 女方補獲到,你們其實信不信,毛啟然好熟悉香港樂壇 相信他小時候有聽譚詠倫的歌,我遲出道 不知他有否聽我的歌,黑琴就更年輕,所以認不出也不出奇 當女方知道黑琴不是唱自己的歌,即說,那可能未必認得出 內地有很多歌手,女方可有興趣參與這類節目 她小說,都可以玩,我認識評判毛啟然 不知他認不認得我把聲,他是我前輩 歌手會受批評,無所謂 大家上內地節目都是想出鏡玩下開心下 而電視台就想爭取收視,隨後他又說怕在節目上自己忍不住揭開面罩 所以不好聊,有紙黑琴這次出賽可以找到六百萬人民幣 約七百五十萬港元 酬勞,女方笑說,這樣我應該有七百四十五萬 是否這麼厲害,我真的不知,有否避於衰,這類比賽 北京經理人有問我玩不玩我是歌手,但我沒有去 唱了這麼多年歌都已經證明我是歌手了 反而有做過歌唱節目評判,但自己口才不佳 有不夠讀詩,不是太適合